由梁巧晋 葛曼奇 黄归芬和韦永利组成的联合队 四名选手的发型和他们参加奥运会决赛时的一样 在东京 他们四个人代表中国队 拿到了女子四乘100米的第六名 比赛开始 女子四乘100米接力的争夺 现在明枪起跑 福建队的第一棒林雨昕 现在处在领先的还是联合队 联合队一二棒的交接 非常的顺畅 在他们的外道是广东队 第二棒是朱翠薇 朱翠薇也参加了100米的比赛 联合队的第二棒是葛曼奇 葛曼奇冲刺能力很强 进入到接力区 交接棒非常的完美 现在联合队处在领先 已经稳稳地排在了第一位 看一下交接棒 韦永利启动 交接棒 韦永利最后的冲刺阶段 联合队排在第一位 最后向终点冲去 全力加速 加速队处在第三 第七道的广东队处在第二位 联合队拿到冠军 联合队夺冠成绩是42秒72 距离他们在奥运会决赛跑出的42秒71 只差了0.01秒 江苏队和广东队分裂二三位 就我跟曼奇呢 这里呢还是有点保守 然后呢他有点期望了 但是交接总体来说还是挺顺的 就是呢第一棒第二棒呢 就是尽可能地为我们后面的人拉开距离 然后让他们有树立起信心 然后我就就早点接棒早点跑 然后拉开距离吧 对因为我们来这里其实就是都很久也没有接了 然后玩了之后其实也是想说保守民场发挥了 就是还是之前的默契在 但我还是相信小静呢 只是说因为下雨天他可能看不太清楚那个点 所以说我还是就凭感觉他过来走了 然后就大概那个点 比了奥运会以后 然后在街地上呢一些经验啊积累了比较好一点 然后今天相对于之前也会表现稍微好一点 就是也是对自己以后更加有信心的 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更加有信心 因为其实我们四个人在奥运会结束之后隔离之后 我们就回到各省 我们有两周多没有在一起练了 所以在这个比赛之前我们都没有练过 所以这一直都是靠我们这几年的默契配合 然后还有绝地实力 然后能跑到这个成绩我们非常满意 谢谢 谢谢 谢谢